主委 您好 針對政府採購程序的公正公平公開 一直是我很關注的事情 前一陣子 除了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他的弟弟 竟然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標了一頭拉鍋的標案 然後結果 沒有人在追究他的責任 沒有人在追究他的違法 已經很扯了 上禮拜 更扯的事情是什麼 更扯的事情是我們第七河川局 的公務員 去看那個工程去監工 結果竟然被包商 工地主任倒立毆打 這種事情我非常的痛恨 結果竟然後來還想要私了 到昨天我公開介入這件事情了以後 警政署法務部 包括水利署才動起來 這個新進程工程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他還適合承接政府的標案嗎 還適合嗎 我們政府的公共工程採購 是應該讓這種不肖廠商做嗎 請除非表態 這件事情很重要 全國的公務員都在看這件事啊 我覺得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痛心嘛 要不要追究責任 當然要 好 很好 但是我們進一步來看 這個新進程工程啊 我後來 去追他的背景 發現啊 哇 不得了 關係雄厚 仗勢欺人啊 難怪這麼囂張 這個李尚文 公司的總經理 是我們 綜合營造工程同業工會啊 的理事 到目前為止 綜合營造工程同業工會 本來應該是我們公共工程的好朋友 最有那個立場要出來捍衛整個政府採購程序 還有在下面執行啊 的公正合法性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站出來譴責啊 我很遺憾 我很遺憾 我也希望 這個同業工會如果看到我這一場質詢的時候 自己的立場要站穩 站出來選擇 不僅是欺壓我們的公務員 還讓其他同圍營造工會 其他的公司蒙羞啊 怎麼會有這麼二指的事情 但是還不止 我們的廠商可以借牌給人家 來參與政府的標案嗎 來參與政府的標案嗎 可以嗎 廠商 就叫新進城 就是這一次故事的主角 新進城 結果 主委 新進城 是把牌子借給人家 借給誰 熊政營造 熊政營造 解散以前的負責人是誰 謝惠萌 謝惠萌是誰 就是上禮拜 暴力毆打我們第七核川局 公務員的那一位 現在 他掛名的是新進城 的工地主任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新進城 明明把牌子 借給人家 借給誰 借給熊政營造 他為什麼還可以繼續取得 大量的政府標案 這不是違法的嗎 這不是違法的嗎 工程會知不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 謝謝委員提供這個出信 我們會來要求主辦機關 要查明 依法辦理 我說話 一向有憑有據 新進城把牌借給熊政營造 這不需要任何人 去什麼爆料 傳遞訊息 這是公開資訊 我為什麼知道 這是公開資訊 來看一下 台南地方法院 105年 重訴至28號刑事判決 在這個刑事判決當中 謝惠萌 這是暴力打人的主角 自己承認 說啊那個標案 是我拿到的 我去跟誰借牌 我去跟 劉德明借用的 新進城公司的牌 兩個人在法院拒絕 全部都這樣作證 最正確的找 主委 可不可以承諾 徹底的追查 為什麼出現了這種事情 竟然沒有怎麼樣 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 讓我們的 政府採購法101條 根本形同巨聞啊 這種二職的廠商 違法借牌給人家 早就應該要被停權了 結果呢 來看一下 哇 他每年的政府飆玩 洋洋沙沙 3億多 4億多 這樣在吸我們納稅人的血 主委 徹查需要多少時間 這個部分我們來 進一步了解 之後要求相關機關 需要多少時間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了解之後再跟委員做一個回報 對啊 需要多少時間 我們了解大概一個月內可以 太久了 兩個禮拜之內 這些都是公開資訊 我們只要去問 內政部營建署 早就知道是借牌的 為什麼沒有刊登庭權公告 背後誰在撐腰 第二個事情 這次第七核專局出現的這種暴力毆打公務員的事件 現在屏東是怎麼樣 營造公會的理事 政商關係雄厚 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兩個禮拜 可以嗎 兩個禮拜 我們是了解狀況 要求指販機關 那麼依法辦理 我的要求是兩個禮拜 就看你們要拖多久 而且 要跟社會大眾有個詳細的說明 這個廠商 早就把牌借給人家 違法的試證是寫在法院的刑事判決裡 結果竟然沒有給他停權處分 接下來 每一年 3億多 3億多 每年3億多的政府標案這樣拿 這個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可以嗎 希望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比較速